这次分享一下做大图的简单步骤 先做这张近距离点的 先把需要的文字TED布置进去 安生成试试现在的效果 这两张是之前测试的效果 图片尺寸为536x960 这里已经是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由于Stable Diffusion的尺寸为8的倍数 所以设定为540的时候 它在出涂的尺寸是536 这张图为没有放大的效果 打开高清修复 高清修复彩样子数字为10不用太多 重启幅度至为0.25 直越高和原本样子越不同 放大算法 这里选4xBullgon 650K 不同的效果可以看之前的视频 也有把图片上传到网盘提供下载参考 一般图片用高清修复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可惜要放到4K或更大的时候 显存要求也比较大 可以说用高清修复的图片 比在图生图的放大的效果会好一点 点图片信息 把刚才第一张做好的小图片放到这里 点图生图 把图片传到图生图里做放大 提示词相关性和从会幅度 不用调太高 大概0.2的位置 这样可以保留跟原本的样子比较接近 直太高样子动作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打开脚本选Utimate SD Upscale 影片最后会有关脚本安卓的位置 这里选Scale from Image Size Scale为2 放大算法选4xBullgon 650K Type选S Tile Whip为544 Tile Height为640 打开后台的指令面板 可以看到 Tile Size为1088x1920 是8的倍数 这里可以看到 Tile Size为544x640 是刚才设置的尺寸 可以用小算盘来计算一下 为什么设置这个尺寸 高度为1920 除640x3 高度会分为三分 宽度为1088除544x2 宽度会分为两分 最后会分为3x2 分为6个小图来出图 提一下这个分小图时尺寸越小 用的显存也越小 显卡也不会那么热 但用的时间会长一点 现在把这张用图生图放大的图片 跟之前在文生图的高清修复图片做对比 看一下那张更清晰 两张的图片的尺寸 都是1088x1920 同样把它们放到同一个比例 来查看它们的细节 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文生图 高清修复的这一张嘴唇位置 和脸部皮肤跟眼睫毛的位置 都会比较好一点 记得到道安排 再点图片信息 把刚才温生土源图放进去 点图生土 把圆图放进去 直接放大4倍 做4K高清图 打开脚本选 Ultimate SD Upscale Scale为4 放大算法 选思Extra Compress Extreme Avoid Unless Necessary 这个是可以保留少量皮肤纹理 即皮肤又有点光滑的放大算法 颜色会比原来的带一点红 蛋糕 再点图片信息 把刚才文生图高清修复这张图放进去 再点图生图 把这张图放大到4K高清图 打开脚本选Utimate SD Upscale Scale改为2 现在的分割的Tail Size为544x640 尺寸算比较小的 GPU的温度一般在70度以下 如果分割的尺寸1024左右 GPU温度一般会到73度左右 对比一下这两张图 左边这张是用文生图圆图 再到图生图用脚本放大到4倍的 右边这张是文生图开高清修复 再到图生图用脚本放到2倍的 两张尺寸同样是2176x3840 可以看到右边这张是文生图开高清修复 再到图生图用脚本放到2倍的 脸部皮肤纹理和眼睫毛都比较清晰一点 现在做另一张远一点的 把需要的文字tab复制进去 先做一张不开高清修复的圆图 再做一张开高清修复的图 放大算法选4x的compress Extreme Avoid unless necessary 点图片信息 把刚才做的没有放大的圆图放进去 点图生图 把图片做放大 修改提示词相关性和从绘弧度 不用调太高 大概0.2的位置 这样可以保留跟原本的样子比较接近 打开脚本选 Ultimate SD Upscale Scale为2 放大算法 选4x的compress extreme Avoid unless necessary Zither Harp 打开两张图做对比 左边的是用纹生图的圆图 再到图生图里用脚本放大两倍的图 右边的是纹生图开高清修复两倍的图 两张尺寸同样是1088×1920 但可以看到右边这张纹生图开高清修复两倍的图 眼部眼睛和眼睫毛都会更清晰一点 再把这张纹生图的圆图用脚本放大四倍 做4K高清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把这张刚刚出来的图放大到200% 放到旁边等一下做对比 点图片信息 把纹生图开高清修复两倍的图放进去 再点图生图 修改提示词相关性和从恢复度质为0.2 打开脚本选Utimate SD Upscale Scale为2 放大顺乏 选4X.compress extreme Avoid unless necessary 这两张效果比较接近 左边的是纹生图开高清修复两倍 再用图生图脚本放大两倍的图 右边的是用纹生图的圆图 再到图生图里用脚本放大四倍的图 两张图片尺寸一样 是2176×3840 把这张纹生图里开高清的图放到附加功能里面做放大 缩放比例为2 Upscale选4X.compress extreme Avoid unless necessary 打开两张图做对比 左边的是用纹生图开高清修复两倍 再用附加功能放大两倍的图 右边是用纹生图开高清修复两倍 再图生图脚本放大两倍的图 左边的皮肤纹理会保留多一些 右边的眼睫毛会更细致一些 嘴唇的纹理也会多一些 再把这张纹生图的圆图直接放到附加功能里放大四倍 可以看到这张图放大后不够清晰 把第一次做的纹生图的高清修复图放到附加功能里做放大 缩放比例为2 Upscaler选择 X.Compress Extreme Avoid unless necessary 把开两张图做对比 左边的是纹生图开高清修复两倍 再用图生图脚本放大两倍的图 右边的是纹生图开高清修复两倍 再用附加功能放大两倍的图 可以看到左边这张会更细致一点 再把这张纹生图的圆图直接放到附加功能里放大四倍 可以看到这张图放大后不够清晰 按扩展 再按可用 再按加载字 我这里已经安装Ultimate SD Upscale 再以安装不要打勾 可以在下面找到Ultimate SD Upscale 未安装的可以直接在下面找到Ultimate SD Upscale 找到Ultimate SD Upscale 在右边按安装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如果还没关注的请加个关注 到时更新的视频时也可以及时看到 最后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